消防队员十万火急 设法将大火扑灭 美国康乃迪克州一名女子 只是想去银行存钱 温温没想到她的爱车 突然骑货瞬间陷入一团火球 不到几分钟 整辆车已经被烧成废铁 由于火势太大 一旁的银行也受到波及 根据CNN报道 这名19岁车主是一位全职学生 立志成为一名护士 他为了买这辆车 在洗车场打工 努力挣钱 这把火却把她的心血 烧成灰烬 我非常喜欢这车 我当时获得这车 它现在真的很厉害 我仍然可以相信 不过有好心人士 刚好目睹这一切 决定身处援手 这名好心人士 还架设GoFundMe的募款网站 希望大家集资 帮助这名车主 再买一台新车 TVBS新闻综合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